亭仔粥配料有十多种 将大米和糯米洗净 加少许的盐和油 拌匀后冷冻一个晚上 大火烧开一锅水 加入大米和糯米 不断地搅拌 防止它黏底 米浮上来返近的时候 转中小火继续熬20分钟左右 晴隆潮壮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将干贝、猪浮皮 提前用温水抛软 切成丝、叉烧、烧鸭肉、切丝 然后将草鱼肉洗净 拆干水分、切双飞片、胡椒粉、盐 花生油腌制10分钟 鲜油丸洗干净、切丝 和虾仁分别加胡椒粉、盐 花生油吊酒腌制 猪肉防花生油、少少盐 拌匀、腌制好 花生炸至金黄色 油条炸至酥脆 然后切丁 鸡蛋打散、煎成蛋皮 切成蛋丝 另取一个小锅 将白粥烧滚 然后放少少姜丝 加入叉烧丝、浮皮丝、烧鸭丝 和干背丝、搅拌均匀 煮出它的香味 大火烧后5分钟 转中小火 加入鱿鱼丝、瘦肉丝、虾仁、鱼片 轻轻地搅拌 加少少盐 少煮片刻 就可以盛到碗里面了 放上香菜、油条丁、花生、蛋丝、 葱花就做好了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